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如果说人生是一连串向上的过程 那么越过山丘之后 你想要看到的是什么 你觉得有什么在那里等候着你呢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汽车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说不定我一生卷的一念 交信会成河 然后我两个字一端 望着大河弯弯 终于敢放胆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 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 因为不安而频频挥手 无知的所求 羞耻以求救 不知疲倦的翻阅 每一个山丘 越过山丘 虽然你白了头 跌跌不朽 是我遇到哀愁 还未如愿 见着不朽 就把自己先搞掉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跌跌不朽 再也还不会温柔 为何记不得 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 在什么时候 越过山丘 你想要遇到什么人呢 越过山丘 有什么在等候着你呢 等你真正越过了人生的山丘之后 开始慢慢往下走 你也许会发现在 在等候着你的 就是一连串的老病伤痛 这样讲起来 人生好像很负面 不过也不是啦 只是说 好像很多时候 人生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你会去参加同学会吗 有些人真的非常热衷参加同学会 会去参加小学同学会 国中同学会 高中同学会 大学同学会 那我个人呢 正好就是一个 不参加同学会的人 那为什么我不参加同学会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以前呢 我自己 当然小学中学那些都已经 根本就没有同学会了 所以就不用谈了 大学呢 是常常我们那个班 都常常每一年都会 举办大学同学会的 那我也曾经去过一两次 那去之前呢 我就特别跟我的极少数的好友 拜托他们 我说啊 其实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非常自闭 又很孤僻的人 我又是转学生 所以我们班50个同学里面呢 我真正能够叫得出名字的 恐怕不到20个 然后能够有平常就有在交往 在讲话的呢 恐怕也没有超过10个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在已经毕业了二三十年之后 大家聚在一起 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我是绝对不可能 认出大家谁是谁的 那不是很尴尬吗 当别人很热情的 过来跟你打招呼的时候 你根本完全认不出他是谁 所以我就特别拜托 我的极少数的好朋友说 拜托拜托 如果我去同学会的话 麻烦你一定要跟我 紧紧的粘在一起 好 于是在同学会就出现 很好笑的场景 就是我真的就旁边 就左右护法 就两个比较熟的好朋友 就黏在我身边 然后看到从左边 有人走过来了 然后左边的同学就跟我说 他就是阿丁啦 嗨阿丁 其实我根本不认得他是谁 很尴尬 然后右边就说 诶那谁 他同学会讲 那个就是谁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谁 那请问你觉得 这样子的同学会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再来就是 可能因为我单身吧 所以同学们聚在以常常会聊 老公啊老婆啊小孩啊什么 聊买房子啊 聊什么什么事情 可是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难以 就是进入他们的 谈话的话题 所以我就只能坐在旁边 傻笑 傻笑 笑着笑着就僵了 就变成一个实话人的傻笑 你知道那种感觉 真的很尴尬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不要去参加同学会了 虽然话虽如此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机会 或是场合 他就又很巧妙地形成了一种 类似同学会的状态 就像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 分享心情 就是我的一个大学时代 很少数的好朋友之一 突然因为心脏病的问题 所以他就在睡梦中过世了 那在这个礼拜 我就去了他的追思会 跟他的告别式 就是我去 特别去了台南两天这样 那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第一天 我自己去追思会 第二天就有几个同学 分别从北部 从中部跟从高雄 就一起聚集 来出席这场告别式 那我也就因此见到了 好久没有见到的 最久没有见到的是 已经超过三十年 没有见到的一个好朋友 那不算是非常好 但是就是以前念大学 大家蛮熟 他念研究所都蛮熟 然后之后他就断线三十年 完全没有跟任何同学联络 我们最后得到的信息就是 这个同学加入豪门了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你看加入豪门了 就不跟同学联络了 对不对 一定会有人这样想 可是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以我对他 也许不算太深的理解 我认为 他不跟我们联络 一定是有不能联络的原因 而不是因为他加入豪门了 所以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 不一样了 不需要再跟同学联络了 好 那果然呢 我们后来就是 参加完了告别式之后 就找了一个餐厅 大家可以坐下聊天 我把它称之为一种 微同学会 它不是一个几十个人的 或者二三十个人的同学会 它是一个 总共只有五个人聚集的同学会 但是这个五个人聚集的同学会呢 却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深层的一个心灵的交流 那个豪门的 我就笑说她是贵妇 豪门贵妇 她非常瘦 穿着高跟鞋 穿着很合身的 很美的洋装 提着名牌包 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Oh my God 你还穿高跟鞋呢 我已经把高跟鞋 抛弃了十年了 我没有办法再穿高跟鞋了呀 她就跟我说 我跟你讲 女人就是要穿高跟鞋 因为你穿上高跟鞋 你才能够挺着 挺着走路 挺着站 对 其实我心里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是我就觉得 Oh挺着好累 我都什么年纪了 我都年过六十了 我还那么挺 干嘛呀 我普通挺就好了 不用特别挺 这样子 我就放弃 在跟她聊天的过程中 她才说 在过去那些年 她不是不想 跟大家联络 也不是不想出门 而是你知道吗 豪门 有没有 豪门的媳妇 常常有很多很多的 风声跟传言 告诉我们 有多么的不容易 从我的这位 豪门的贵妇朋友的身上 我发现 这都不是八点档 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故事 所以她真的是 过得很辛苦 而且她是没有办法出门的 然后等到她的婆婆 终于就是离开了 她好像突然可以自由了 可是却碰上了 她的儿子罹患癌症 她就陪着她的儿子 一年多的时间 去做各种的治疗 让儿子过世了 在儿子过世之前 她因为每年都会 例行咽血 然后发现 因为透过这种 癌症的咽血 她发现她自己 也离癌了 结果 儿子过世之后 她可能很悲伤 让她的癌症也有转移 所以接下来 就是她进行了 一长段 蛮长时间的 癌症的治疗 所以当她出现在 我们面前的时候 她很瘦 但是她看起来 精神还是非常好 而且她是高跟鞋 她跟我说 人就是要活着 就是要挺着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我不知道该如何 说明心里面 对她的疼惜 还有佩服 我跟她说 我佩服你 你是我的偶像 真的 你做的所有事 我都做不到 有些 有些当年年轻的时候 就是非常 情感非常发达 什么叫情感非常发达 就是 很擅长谈恋爱的 我把她称为肉肉女 就是她常常 跟我们分享一些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纯情时代听了 都会觉得 哎呦不要再说了啦 那种话题 她很能聊这个 结果后来在婚姻上面 在各方面 就遭遇到很大的挫折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素食的修行者 这岁月是怎么回事 那也有 很好的朋友 就是分享说 在过去的这 一二十年来 她陪伴了多少的家人 包括自己的家人 丈夫的家人 几乎85%的这些 家人啊 长辈啊 什么的 都经历了 癌症的治疗 然后最后都 离癌过世 我那天坐在 那个餐桌上面 我就在想说 这感觉很特别 因为仿佛 我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结婚 生子 都展开了 他们生命里面 非常丰富的 或是充满挫折 或是考验的经历 只有我 我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然后就好像有一种 很奇妙的 完好的一种 完整或完好的方式 在活着 虽然说这几年来 照顾父母亲 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跟我听到的 我的朋友们各自惊悚 不是各自精彩 我觉得是各自惊悚的人生 我突然觉得我算什么 我根本就是 我根本就是还没有成年的 那个大学时代的 那个女生吧 我怎么跟我的朋友们 聊人生呢 所以很妙 在整个过程中 我一句话都没有讲 只是聆听跟叹息 如此而已 有时候呢 人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他人的生命 了解之后 你会觉得 哇 其实我的人生是很富足的 其实我的人生是很平顺的 其实我的人生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虽然不喜欢参加同学会 但是我很喜欢这种 为同学会 因为它让我认识到 自己的生命 也认识到这个世界 一些更真实的现实 我们谢谢听到这首歌 是范小轩所演唱的 《你的甜蜜》 哦你的甜蜜 打动了我的心 虽然人家说甜蜜 甜蜜 只是肤浅的东西 哦你的眼睛 是闪烁的星星 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不管是内在没可靠 外在没重要 我已经不想去思考 全部都忘掉 你对我实在太错够 我对你却太好 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 只能自己苦恼 哦你的甜蜜 你伤了我的心 伤了我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在你的人生之中 在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什么是 一想到就觉得甜蜜的呢 对我来说呢 可能有一个 一想到就会甜蜜 那就是我的猫咪 对的 因为不管我有多累 多挫折 回到家里面 我总是觉得他们爱我 需要我 所以我觉得我发现 最近这几年养猫的人口呢 真的叫做暴增 猫口数也暴增 我发现有些朋友 养了一只就两只 三只四只五只 不小心就养了七八只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仍然是维持着 两只猫口的数量 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活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没办法照顾更多的猫咪 所以目前还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哪怕我只养了两只猫呢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我自己也会觉得 我们的环境会不会 带给他们一些压力呢 比方说 我们家那只特别敏感的 一鹿三花猫 以前我们买了 那个吸尘器回来 每次买吸尘器 他就要跟吸尘器fighting 是那种用命来拼的那一种 就是去追打那个吸尘器 然后对吸尘器 哈气这种 我想说奇怪 我看到别人家 那个扫地机器人 上面都可以站着猫 猫可以踩在扫地机器人 上面到处玩 为什么我们家的猫就这样呢 不过还好 最近他慢慢的 好像也只能接受这个怪物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 他很特别 他呢 是我们台湾的 第一位 零恐惧训练猫咪行为的资商师 那本来我们就知道 猫咪就是一种敏感 很容易受惊吓 然后也一直受惊吓 他就撵狂的那种动物 所以怎么样让猫咪可以零恐惧 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这一位资商师呢 叫做吉尔 吉尔呢 出了这样的一本书 就叫做 养出零压力猫咪 就是如果你能养出零压力猫咪 其实人也就零压力了 哈喽吉尔你好 曼绝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尔 是吉尔你就是不是 就是如果猫零压力的时候 人应该也就是零压力了 对不对 老师我觉得您讲的非常的对 而且我觉得老实说 我一开始来研究这个零压力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养猫压力好大 所以我的初衷 我的出发点 其实是想要让自己零压力 我比较自私一点 有自己的需求出发吗 我认为 对 因为我发现猫咪在害怕 有压力的时候 我自己压力好大 可能是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人 所以我对于环境 还有生物 还有我身边的人的共感很强 那我就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我觉得那也许我想要 来研究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最后我发现 原来如果我让猫咪可以零压力 我自己的压力也就减轻了 没错 就像我们家的猫咪刚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对 然后又让他吃 又怕他吃太多 然后又想说我想让他吃主食官 可是他都不爱吃 那怎么办 你整个人就陷入极度的焦虑 所以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很实用 谢谢老师 真的真的 对于新手的爸妈 毛孩爸妈 或者是其实已经养猫养了一段时间 可是就是觉得 为什么有一些关卡 就无法突破之类的 比方说猫咪看医生 猫咪剪指甲 或者有的人是说猫咪是不是一定要送去洗澡 洗澡猫咪是不是压力会很大等等的 其实你这本书里面都讲到很多很多 南瓜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好了 好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很多人在养猫的时候呢 都会先要了解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要给猫咪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就是在书里面你有提到要给他一些垂直的空间 是 就好给他布置一个猫电视 对 这个部分来跟我们先说明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理解 猫咪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猫咪在野外的时候其实它们是猎人 所以像公猫男生 它们可能一天要走十几公里的路 到处去划分它们的地盘 然后去打猎 所以当它们 我们把它们带到家里以后 它们变家猫之后 它们的这个活动范围其实已经被局限了 那我们又住在城市里面 所以在台湾我们居住环境就已经够小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垂直空间 其实有点像楼中楼的概念 我们等于就double triple 其实可以让它们有非常多活动的这个环境 那再来就是在家里我们的摆设一定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它们很需要这些刺激嘛 因为它们是猎人 所以我觉得平衡一点的做法就是让它们有些视觉上面的刺激 或者是嗅觉 甚至它可以手真的可以摸到这些东西 那这个猫电视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生出来的 那其实我觉得猫电视就是每一个家庭其实应该都有 就让猫咪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环境 要有一个可以对外的窗户对不对 对我们在台湾居住应该大部分的家庭都会有至少一个这样子 可以看得到 对可以看得到风景的窗户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找看 你能不能看到一些会动的东西 像是车子啊 或人走来走去 鸟飞来飞去可以吗 鸟飞来飞去非常的棒 但是一定要记得做防护哦 因为猫咪看到鸟的时候 它们会失去理智 很多时候它们会忘记自己住在几楼 这个很危险 它们会不小心坠楼 所以要做好防护 然后有时候是车灯 有时候可能是市场 大家走来走去讲话的声音 都会让它们觉得很好奇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东西是太阳 猫咪非常喜欢晒太阳 没错 所以你可以在 你先观察一下家里 可能每个人的家里 可能会有一个像日轨一样的这些 太阳会随着时间不同它会移动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些区域 全部都包括进去放一些猫咪会喜欢的 抓板啊 睡床啊 或者只是一般那种不用钱的纸箱 猫咪超喜欢纸箱的对不对 又省钱 然后它们如果用腻了 你就把它丢掉再换新的 这样子就是很棒的猫电视 那你会发现 就像我们人在家里看电视 我们会整天 我自己啦 我不知道 老师会不会 我会弹在沙发上看电视 对不对 如果你做的猫电视很棒的话 你的猫咪也会整天摊在上面 它就像一个沙发马铃薯这样 那猫咪就会非常的稳定 它也会觉得很舒压 然后它也会觉得非常的放松 很开心 嗯 好 有一个小小的观念 我觉得可能也是吉然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像我在当家 刚开始当家长的时候 大家都跟我说 你一定要给你的猫咪吃主食罐 是 一定要 好 虽然可能对他的健 虽然就说他可能味道不是很好 但是对他的健康很好 是 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给他吃主食罐 啊他就不爱吃啊 我就拜托他 求他 呵斥他 他还是不吃啊 然后弄到人跟猫压力都超大 但你的观念是 不被一定要这样去push他 吃他不爱吃的东西 对不对 是 这个观念 其实我是受到 我的奶奶启发 我奶奶是一个非常豪放的女子 嗯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我以前跟老师一模一样 我也是非常注重健康 因为毕竟我们希望猫咪陪我很久嘛 对啊 所以我就会去研究什么食物最好 嗯 什么食物可以让他最健康 活得最久 是 但是当时我奶奶年纪大了 他有糖尿病 嗯 然后他也有一些血压的问题 但他 我刚刚说他很好放 所以他是随着自己的心在吃饭的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 他想吃什么 爱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当然他身体就可能不太 不会太好 是 但是我在那个行为上面 看到他的一个喜好跟知足的感觉 那当时呢 我跟我的猫之间有很多的冲突 因为我要逼他 嗯 他又不开心 他就会躲避我 然后他又不吃饭 他不吃饭的时候 他也有衍生很多肠胃的问题 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奶奶就给我一个顿物 嗯 其实我们应该找个平衡点啊 就像照顾年纪大的人一样 就像照顾小孩一样 如果我们为了让他健康 但是让他们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好像看起来不太平衡 没错 有点太极端了 对的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今天要来聊的是 怎么样可以养出领压力的猫蜜 音乐 莫名其妙 觉得好笑 开了车转过街角 红灯绿灯 你们别吵 有时候没有目的 反而逍遥 我想要 深深个烦腰 就消除爱情的疲劳 跟牵挂断了 先别打扰 深深个烦腰 你也没啥得不了 不过是梦醒的有些早 阳光多好 吹吹口哨 闭上眼蓝的思考 稍微拥抱 自由解逃 迎着风张开双手 而是飞鸟 我想要 深深个烦腰 就看作心情的低潮 放开心笑一笑 全忘掉 深深个烦腰 没你也没啥得不了 快乐我自己便自己逃 自己逃 能不能为你都去笑 光与爱情 跳得不用长 我都被人在想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所演唱的 深深懒腰 你平常会深懒腰吗 我们在养猫的时候就发现 猫咪真的超级会深懒腰的 超级会拉筋的 有时候我都会想说天哪 猫咪就最好的瑜伽老师了 他永远做出我们 我本人永远做不到的 高难度的体位 太厉害了 今天呢 在我们幸福号列车的第一个小时 我们邀请到的是猫咪行为自伤师吉尔 那他在青少女的时期 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只猫 从此就立志成为猫咪行为自伤师 那吉尔出了这样的一本书 叫做养出零压力猫咪 非常厉害哦 他是台湾的所谓 零恐惧训练猫咪的行为自伤师哦 好 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就是 猫咪来到家里面 要怎么为他们布置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那接下来就来讲讲 猫咪来到你家的时候 吉尔特别提醒我们说 一般人在挑选猫咪 他们都会挑选比方说品种啊 是 颜色啊 什么体型之类的 你看前一阵不是 哪里有开放那个名种猫的任养 哇 很多很多人去排队 然后抽签什么什么的 就大家好像对于就是名种猫 长什么样子是特别特别在意的 是 可是吉尔建议我们 其实真正在挑选猫的时候 个性最重要 没错 这感觉很像在挑半 人生半 对 我们不能一直当那个外貌协会 真的 真的 对 我觉得在挑猫咪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本身照顾者的个性 还有你的生活方式 举个例子来说 有些人很 个性很外放 很外向 很喜欢请朋友来家里玩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养到一只非常害羞的猫咪 对这只猫咪来说 他可能压力就非常大 对 因为他每天都要看很多陌生人 需要接受很多这些陌生的声音啊 然后还有气味啊 可能还有些陌生人会去找他 对 没错 把他拉出来 对 跟我玩 对 那这个时候爸妈如果个性是比较外向的 爸妈也有可能会稍微强迫他嘛 Social一下这样 对对 那对猫咪来说我觉得压力会很大 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独处 但是你却养了一只非常外向 很爱讲话 俗话说很吵 对吗 那你会非常困扰 我有非常多的学生都是这样子类型 他只想要好好的在家工作 但是他的猫无法停止 对跟他对话 他就非常的崩溃 所以我认为在领养猫的时候 最好是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个性 跟中途聊 跟救援的人聊 或是收容所 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个初步的 判定这只猫的个性如何 那讲到这个就我们就会需要讲小猫 因为小猫就像小朋友一样 他们自己都还没有个性的那个养成 所以养小猫 其实我常常说养小猫像 见达出其蛋 你要等两年后开箱 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个赌注非常的高 是是是 所以不要相信说 猫要从小的时候开始养 因为它的个性你可以帮它塑造 否则的话你养一个成猫 它已经变成那个样子的很难改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对于成猫的误解 是没错 成猫其实很多时候 它们是妈妈带起来的 所以妈妈其实已经帮它们把个性塑好了 你只要去找适合你的猫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不会嫁给小孩一样 这好像有点怪怪 这个比喻可能有点怪 对 我了解你的意思 是 那如果说你养的是小猫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塑造这个个性的话 这风险非常的大 还有很多这个个性的这个内容 其实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去取代猫妈妈做的事情 对 这时候我们就要呼吁大家了 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用领养的方式来领养猫咪的话 请千万要给成猫一个机会 因为我把我的猫带回家的时候 一只是九个月 一只是一岁半 所以我觉得成猫很好 成猫的个性比较稳定 没错 对 而且其实只要它愿意 它是可以完全配合你的作息 像我是有给猫咪一个房间 它们自己有一个房间 那我会在里面打稿子啊 阅读啊 什么的 我会有很多制造很多 我跟它们一起相处的机会 那它们刚才说都在那个房间里面 那它们很快就发现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作息时间 因为我们家都老人嘛 老人吃完午饭就睡午觉嘛 然后它们就回房间睡午觉 然后晚上 睡了午觉起来玩 然后吃完晚餐之后 它们就会自己回去房间 然后我们关灯了 它们就睡觉 极少在房间里面 什么跑啊 跳啊 吵啊 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成猫其实很贴心 它们就很快就训练出一种 跟它们的应该说什么 家长们一起好好生活的方式 是 我觉得成猫 而且成猫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 它们会观察 如果像最近大家很常在家里工作 爸妈在家里工作 它们的作息可能就配合爸妈 那爸妈需要出门上班的时候 它们也会好好照顾自己 小猫可能就没有办法 小猫需要就像养小孩一样 非常多的注意力 还有精神上面 你会需要支持它们 有些时候还需要陪它们玩啊 有些时候小猫会一直叫你看它 就是跟小孩一样 所以你需要有非常多的爱心耐心 还有时间去照顾小猫 对 那吉尔也在书里面提到 以前我听他们说 如果你要再养一只猫呢 你就要先去找一个笼子 里面放一个猫沙盆 然后就把这个新来的猫 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 然后把它用布盖住 就让它在这里面待着 然后过一两个礼拜以后 慢慢的才让它 就是好像可能跟别的猫 稍微亲近一下 看看喝不喝啊什么 但我说心里是想说 那个新来的猫不是很可怜吗 它本来以为它有家了 结果它发现它就在一个 黑色的笼子里面 这样子过一两个礼拜 它会不会已经忧郁症 然后结果就说 其实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是 我们后来在做 灵恐惧医疗的时候 发现这个猫咪的压力 很多时候是来自于 它们没有主权 跟人很像 当我们人没有办法 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有焦虑的心情 猫咪其实也会 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在倡导 这个隔离的时候呢 会比较需要给猫 多一点的主权 最好的方式其实是 在家里找一个空的房间 然后做一个隔离门 先让这只猫咪 在新的环境里面 它先好好的 恢复它的作息 好好吃饭 好好上厕所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旧的猫 和新的猫 介绍它们先认识彼此的气味 然后再去认识 对方的形体的样子 最后才是融入到 这个原本的家庭里面 好 再来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讲 多猫家庭 在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 家长要怎么办 是 我们台湾人比较常会在 传统的家庭里面长大 所以很多人的这个 第一个反应有可能是骂猫 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都很 努力想要做正向的教养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 就是当有争执发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一定是要先保护自己 因为猫咪其实它们是猎人 它们爪子很利 牙齿很尖 牙齿的时候就很难讲 没错 而且它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行为 叫做转移攻击 就是台风尾的意思 如果你是介入的那个家长 如果你很大声的斥责他 或者是你要去打他 他会把那个可怕的 这个紧张的气氛的感觉 转移到你身上 所以他可能会攻击你 对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进急诊室 所以你一定要先保持冷静 不要真的用手去介入 保持让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 接着最好 现在手机很多 大家可以手机拿起来 你把那个过程录下来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家的建议 或者是可能朋友的建议 好 先录下来 你之后可以自己再看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 到底猫咪为什么吵架 猫会吵架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因为家里资源的关系 对 可能东西不够吃啊 或者是说 睡觉的地方太少啊 所以他们需要抢着睡觉啊 就像你如果在家里吃饭 三个人只分一个碗啊 类似这样 可能家人之间的争执 就会非常的多 对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去找到那个 争执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听你这样一说 我就突然发现啊 我们家两只猫 最近的争执比较多 其实有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正在帮那只胖猫减肥 我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对 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给他吃那么多 谁他可能心中 有点累积的怨气 或者是说 他一直觉得 他有需要去找食物 对 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说怎么办呢 我最近刚好录了一个podcast 讲猫咪减肥 老师有兴趣可以听听 好好好 回去之后 马上找来听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 是好乐团所演唱的 陪你的猫睡午觉 我可以陪你的猫睡午觉 我可以陪他在客厅跑跳 可以一直一直拍照 为他先生的起司跳 你的猫跑来跟我撒娇 你的猫跑来跟我撒娇 我可以从头到脚帮他输猫 可以一个一个为他吃饭 才不会一直掉 你的猫在睡午觉 我给自己住睡觉 然后陪你的猫睡午觉 偷偷担心你今天是否吃饱睡好 你的猫在睡午觉 我来排满星辰表 然后陪你的猫睡午觉 醒来后传讯息 向远方的你问好 一切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 对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叫做养出零压力猫咪 不管你是准备要养猫 还是你是先手家长 或者你已经养了一段时间的猫 也养了蛮多的猫 可是你还是觉得 为什么在自己跟猫咪之间 好像总是有一些压力的话呢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吉尔 他也是台湾首位 零恐惧训练猫咪的行为资商 是应该会带给你很多的启发了 那吉尔先跟我们说一下 你刚才提到 你有一个podcast对不对 对 我的podcast就叫贴心podcast 那我是跟陆家动物医院的 金院长一起主持 主要是因为以前我的猫在看医生的时候 非常怕看医生 那后来我认识金院长之后 他给我非常多的启发 那我常常在诊间里面问金院长很多问题 后来我在想要做podcast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家长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我要代替这些家长来问他这些问题 我们就创立了贴心podcast 了解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聊聊 可能很多家长有点困扰 起码我是蛮困扰的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猫咪真的是会很不舒服 它很不开心 比方说以小的事情来讲剪指甲 对 我就觉得说猫咪是很完美的动物 如果不需要剪指甲 就完美 然后如果不跳石 如果不跳石 就完美中的完美 真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看医生 对 对 那先来讲讲最小的事情剪指甲 以前有朋友跟我讲 不用怕 拿人洗衣袋把它裹起来就好 可是我在想 他真的在洗衣袋也就不怕了吗 所以迄今我还是没有用洗衣袋把它裹起来 哇 真的是幸好我是没有做这个 真的吗 这件事 因为像我的我的猫咪 我养的猫咪都是男生 所以他们的力气都很大 那洗衣袋绝对是没有办法 可以让猫咪乖乖的冷静下来 还有猫 我觉得猫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 当他们很害怕的时候 他们永远是先救自己 他们是自我主义者 所以这时候猫会使出浑身的力量 像浩克一样的挣扎 逃窜 拯救自己 那他是猎人 所以他就会有很利的爪子 跟很尖的牙齿 这个时候他都会拿出来使用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反而会受伤 你也没有办法让他好好的静下来剪指甲 对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小智像剪指甲这么日常的活动 我都认为其实应该要从根本开始做起 就是让猫觉得你对他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人 猫只让VIP碰他最特别的武器 所以如果你是他最爱的妈妈 这时候你要跟他商量一下碰一下他的手 他也许就会愿意可以接受 那这些训练其实会需要靠日常的这些感情的培养 然后猫一路哭嚎 然后主人就拼命奔跑 大部分的人第一次会遇到这个问题都是帮猫咪解渣的时候 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回想你的猫肯小时候打预防针什么都还不太会很害怕 可是就是这一次的经验 因为他身体很疼痛 他从麻醉醒来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那这个疼痛的感觉其实会增强他的记忆 所以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些所有的物品事件的 发生的这些前后顺序都记起来 那最常见的就是在家里 如果你把外出容拿出来 他就知道这件事要发生了 他就要去躲起来 所以如果你的猫很害怕看医生的话 我觉得从最前面的这个外出容的训练 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怎么训练吗 外出容 外出容训练其实非常简单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要把猫想得太复杂 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他很喜欢看电视啊 当沙发马铃鼠等等 那其实猫咪在家里有时候还蛮懒惰的 一整天可能20个小时都在睡觉 所以我们可以把外出容想办法 把它布置成他会喜欢睡觉的地方 那猫其实一整天都会待在里面 它吃饱就会去睡觉了 如果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你就只要选择这个 它会固定进去睡觉的时间 你就不需要把它抓进外出容 你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可以出门 那就省掉一个非常大人猫大战的这个步骤了 那这个空间呢 你可以选择就是 刚刚有说猫咪喜欢垂直空间嘛 所以像柜子上面 桌子上面 架子上面 窗户前面的架子上面 等等的这些地方 其实我们都可以试着去摆放 引诱猫咪进去 只要他进去睡觉 那你就成功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到了医院他还以为在做梦 最后我想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下这个对于所有的毛海家长来讲 是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就是像现在我们常说台湾的长照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嘛 因为我们的老人很多都很长寿 那猫咪呢 他们有时候呢 就算是主人养得再好 照顾得再好 像吉儿这样 两只已经离开的猫咪 一只是21岁 一只是19岁 对 这都是相当高龄了 这如果换成人类恐怕都已经百岁了吧 对 对不对 但那一天还是会来 就是离开的那一天还是会来 跟大家聊聊这个离开的那一天 主人可能应该做些什么事 我自己啦 因为我自己个人 我是主张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到了后来 我是主张 不弃切 不插管 不做太多侵入性的治疗 所以那我也在想说 猫本来就是非常自然的生物 所以如果是我的猫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会大概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来帮它度过最后的一段 但是依然是很困难的 吉儿分享一下 我跟老师有一样的想法 我对自己的这个医疗的选择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尊严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在最后 我觉得可能不是最后那一天的决定 而是当猫咪一进入老年 可能15岁以后 如果猫还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都推荐大家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去思考 你可能不见得需要 现在就做一个永远的决定 也许你会在他18、90岁的时候 又换了一个想法 那你可以一直在不停的修正 但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想一个 跟一起照顾的家人 有一个共识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方法 那我们喜欢积极的治疗 还是我们喜欢像刚才老师说的这种支持性的疗法 安宁的疗法 那我们对生死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我们想要怎么做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花很多很多时间 去思考和讨论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也觉得在进入老年之后 我们可以找一个医师 是专门来帮我们做这些医疗决策的辅助者 的这个专家的角色 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举例来说 比较最后的那一段路 可能会有附水啊 可能他会胜衰 可能没办法吃东西啊 这些 那你要不要灌食呢 你要不要装鼻胃管呢 这个跟人类的器械其实很像 这些其实都可以跟医师好好的讨论 那可能这类的医师课 他可以帮助你统整这个医疗决策 可能可以告诉你说 有气切的时候 可能是怎么样的做法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疗法 是什么样的做法 那家人再去讨论 最后做个决定这样 好的 吉尔呢 自己呢 有一只猫是安乐离开的 那从整个这个过程 都有写在这本书里面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许也会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呢 那你就一定不能错过了 养出零压力 猫咪这里面谈到了好多好多 怎么样可以人猫和乐 并且可以让人跟猫都是零压力的状态 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吉尔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好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是 佳佳所演唱的安全感 没错 猫咪需要的就是安全感 其实人也是一样啊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一会儿见 想要抓住我的心 那就快删除 不靠谱的了没用 出一张嘴巴不够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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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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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心动来证明 放多少感情 Come on 随时随地都不失恋 不改变 不管再忙都给我时间 亮亮的世界 闪过了乱坠的誓言 爱是真心不骗 你能当我最亲密的占优 同时占优 你能给我不绝对的自由 当我需要爱的时候 你会在我左右 不管什么天大的理由 都不放开 牵着我的手 我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牵着我的手 白分白的安全感 只要你在 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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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晚安都行 感情愿能背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